我们敬礼传承主事 敬礼了名和尚 敬礼撒迦正空上师 敬礼十六世大宝宝王 喀玛巴敬礼 徒登达尔吉上师 我们敬礼谈成三宝 敬礼 今天父母的祖尊 阿弥陀佛法神 电话通知 师母 丹正家族徒登西地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主教 堂主 以及各位同门 还有网络上的同仁 大家无安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心臣 心臣 感恩 愛してる 愛してる 主 words 现在通知大家 下个礼拜天12月26号 下午3點PM 是 馬哈巴拉 附魔法會 也是大力金剛 的附魔法會 那這一尊大力金剛呢 是跟 朱布拉斯固 生活中 最有言的金剛附法 最有言的金剛附法 那金剛附法的咒語 大部分都是 他的主要的這個咒日 就是Hom Hom字 他的心咒是 Om Mahabharaya Soha 其進鬼咒是 Om Mahabharaya Hom Hom Om Mahabharaya Soha Om Mahabharaya Hom Hom Pey 他的所印呢 是 憤怒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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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觀想 有咒 有所印 就可以成為一個儀鬼 一個密教的一個儀鬼 那我常常講 馬哈巴拉 跟 馬力之天 就是 生活中 有簽約的覆法 簽和同的覆法 簽和同 他專門付持 這個 一個正貨中的地主 最近都沒有講這個 叫大家永夜族旗 回來 剛回來兩次嘛 沒有講這個大家永夜族旗 這樣的 你們如果不想說 不想要有護法 自己單打獨鬥 你就不用足跡 那今天是做這個 蓮花童子的父母 大家知道當初的時候 這個 我們就知道 我們就知道 八大部分 八大本尊 这八大本尊呢 是莲花童子在里面 现在才知道 莲花童子 他的范围非常的广 好吧 观世音菩萨 也是莲花童子 大师至菩萨 也是莲花童子 还有其他的 很多的菩萨 都是莲花童子 就是非常奇妙 慢慢就 浮现出来 那也不是我自己讲的 像观世音菩萨 这么大的菩萨 大师至菩萨 这么大的菩萨 大师至菩萨 这么大的菩萨 观世音菩萨 这么大的菩萨 他们都是莲花童子 这不是我讲的 那是 这个 梅兰奇娜 在南州大邪 在南州大邪 敦煌研究 在敦煌 在专门研究这个敦煌石窟 里面的团队 他们研究出来的 在本圣经里面 在本圣经里面 也就是在释迦牟尼佛 所讲的本圣经里面 大威德王的 大威德王遇到的 两位莲花童子 就是 宝玉童子 这个宝上童子是谁呢 就是观世音菩萨跟大师至菩萨 另外还有 阿达尔玛佛 传 大手印法 给宝玉童子 宝玉童子又是 这个 密教里面呢 大手印的主事业 既然密教的主事业 既然就是联花童子 所以这个音言啊 真的是不可思议 我如果没有讲 讲出来 那也就 大家都不知道 一講出來 原來蓮花童子 是這麼多 我們講個笑話吧 我們西雅圖這個氣溫很低喔 氣溫很低而且下雨 台湾話叫做黑冠冷 黑冠冷 黑冠冷的天氣 笑話是溫度很高 笑話的題目是 男女永遠不會平等 好像這個也講過了 上個禮拜 氣溫很高 我在自家的花園裡 拖光了日光浴 我的女的鄰居 擋電話報警 結果我被當作不露狂 被抓到警察局 今天我發覺他也一樣 一絲不掛的在花園裡面日光浴 這個 為了報復 我也打電話報警 結果 我被當成偷窺狂 又被抓進去警察局 所以男女永遠不平等 所以男女永遠不平等 正在空中飛的時候 突然間看到機長 跑出來 拿著緊急 緊急用的斧頭 迅速衝往駕駛艙跑去 這個乘客很奇怪 就問機長 機長 你是遇到歹毒搶劫嗎 歹毒搶飛機嗎 機長講 不是 請回座续好安全帶 最好穿上救生衣 乘客講 難道飛機出了狀況嗎 機長講 飛機還好很正常 乘客講 我們為什麼要去安全帶 穿救生衣呢 機長講 是我不小心 把自己還鎖在駕駛艙外面 他拿著斧頭 只要把那個駕駛艙打開 然後告訴大家一件 有趣的事情 也是讓人家很 心裡方丈的事情 我有一次坐飛機 我不要一次講哪個航空公司 我有一次坐飛機 我有一次坐飛機 這個機長 是我的弟子 我昨天好像有一個 也是當過機長的 也是生活生活弟子 那機長在哪裡 機長在哪裡 站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講的不是你啊 開飛機的機長 我坐飛機啊 開飛機的機長 是生活中的弟子 那這個空中小姐 也是生活中的弟子 那應該是很好的 上了飛機以後呢 飛機 它不開 就停著擺在那裡 就時間到了 所有的乘客都坐好了 安全帶也綁好了 就等著飛機開 它就是不開 這時候有一個人摸過來 這個人就是機長 然後師尊師尊 這個飛機不好 有瑕疵 有瑕疵 我說怎麼回事啊 奇怪怪 她說 飛這個蒙克巴 飛機用的是 比較大的飛機 飛西雅圖的 用的是比較小的飛機 我說 她為什麼飛機不開啊 她就 她說 只給你一個人知道 我 她說 她說 飛機的營進啊 那個營進啊 飛機那個旋轉的那個 Cropel engine 他說 飛機的營進啊 沒有 沒有 點不起電 點不起火 點不起火 哇 點不起火 那就等了 就坐在那裡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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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機場滾 然後飛機要飛了 突然之間 欸 欸 又一個人摸過來了 還是沒有飛 她說 剛剛點起來 但是突然間她又洗了 我们找不出毛病 没有办法找到这个飞机 为什么 不起 点火点不起来 就是 没有那个电 没有办法发动那个引进 第二次他跑来跟我讲 又熄火了 他又回去回到机舱 过来一阵子他又爬过来 又跟我讲师尊师尊 我现在用一个方法 叫另外一架飞机飞过来 头对头 然后牵一条线 到这个飞机上面 那个电啊 电充 彼此 恰起 那个飞机 让他电花起来 我有这个方法 终于飞机 然后牵电线 恰起这一架 飞不起来的飞机 终于恰起 他说 有电了 跟我讲说 有电了 在想 这个飞起来 如果到他飞一半 突然这枝没电了 怎么办 当时啊 那个 我的牙医师啊 贵亲师姐坐我后面 他坐我后面 他问我 师尊师尊 到底飞机 怎么样 我就算了 问雅兹基姆 雅兹基姆说 No problem It's ok It's ok No problem It's ok 这次飞机 飞 终于飞起来了 他用的方法 跟我们车子不能开是一样的 叫别的车子来 牵一条线 放在这个 炎镜上面 然后车子 这边车子发动 然后恰起这边车子 恰起一阵子 这个 这个车子发动了 就可以开了 车子 车子半路上熄火还可以停在路边 这飞机在半空中熄火了 完了 真的 其实 七十九岁是很倒霉 还好 要去君母讲说 It's no problem It's ok 这飞机啊 小啊 竟然飞机也要用汽车一样的方法去试起 你们知道这个事情吗 难难啊 这死鬼 不能讲 真的有这种事情 我跟你讲是真的 这个证人就是那个贵亲师姐 他坐我后面 贵亲有来吗 对嘛 你看对吧 有众人的 有众人 机长是弟子 所以他只给我一个人知道 这不是连望吗 新加坡连花一望 弟子 顶礼尊贵的根本传承上师 弟子是新加坡同盟 怎么昨天也是新加坡 今天也是新加坡 新加坡的问题很多 想请教师佛一个跟法有一点关系的问题 祈求师佛解答 感谢 弟子 弟子最近在网路见到一则消息 说瑞典 斯德哥尔摩 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出版报告 说世界上每个角落的雨水 因为含有工业化学污染 含有导致某些癌症发生的成分 已经变得不适合饮用 这些不适合饮用的雨水的地区 甚至包含了西藏 及南极洲 弟子想请问 我们是不是正一步步 在经历佛经里面讲的 末华时代的灾界 恳请师佛解答 感恩 我最近那个 关于空气的问题 水的问题 这个 因为人类生存的三大要素 就是阳光 空气 跟水 这三个要素 是人类生存的 很重要的一个要素 如果世界上的水 都不能够饮用的话 那 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 像今天呢 也就是在美国本身呢 这个 Ohhio 大家知道 Ohhio州 这个火车 10次翻轨 出轨 出轨 火车出轨 火车上再有很多的这个化学的毒素 听说有10种以上的化学的毒素 全部翻覆 这个水流到河里面 这个水流到河里面 这个水都不能用的 所以变成一种 Ohhio州的一个灾难 这是最近才发生的新闻而已 这几天的 这几天的事情而已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写的一个研究团队 出版报告 世界上每个角落的雨水 因为含有工业化学污染 可以导致某些 癌症的发生的成分 变得不适合饮用 这个活经里面有提到 这个大山灾跟小山灾 当然大山灾跟小山灾是 地 水 佛 大山灾 不包含地吧 有没有包含地 水 佛 轰 水 佛 轰 水 佛 轰山灾 水 佛 轰 水是当中的一样 水就是当中的一样 那时候按照佛经所讲的是 整个地球都被水淹没了 就整个地球 人类就整个都坏了 这世间世界就没有 大火灾 就像火山爆发一样 各地 通通都火山爆发 那地球整个裂掉了 所有的生物都没有 就是大山灾 还有轰灾 这个很大的轰 把地球吹到 不知道多远的地方 偏离的轨道 人类也没有办法生存 大山灾 大山灾是这个样子 可以讲大山灾 小山灾 现在目前好像只在 小山灾里面有 有火灾 还有地震 另外还有水灾 还有轰灾 整个气候 都一直在变化之中 这也是一种变 我讲了今年 这个兔年 在台湾记者访问 我说这个今年的代表日 是什么 我说变 变 这个也是变的一种 也就是一个变 变得整个地球 都没办法住了 所有的生物都没有了 当然那个时候 沙坡世界 我们这个地球 就没有什么叫做活化 没有什么都没有了 人都没有了 众生都没有了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法 什么法都没有 水不能饮用 最近还喝生水 西亚图的水 大部分来讲 它没有 都还是很好的 我是这样子讲 今天又下雨 恐怕水也不能用 如果按照你讲的这个 都有含有致癌物质 我有一个奇怪现象 这个癌 癌症这个东西 说什么时候来 就什么时候来 你没有办法捉摸 你什么时候会得癌症 不知道 突然之间硬起来 就是有问题 某一个地方长东西 就有问题 不管是哪里 从头一直到脚 哪个地方突然之间 它结成一块 细胞坏 不是良性的 就是恶性的 两个选择而已 人的生命真的是 很脆弱 自己没有办法控制 这个cancer这个东西 我自己也感觉到 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我回台湾做法会 我看到那个 那个数字报表 台中 COVID-19感染的 最近呢 就是 两千 这个一天 就是两千多人 是两万多还两千多 前面台湾是两万多 有时候两万多 台中是两千多 那我办了几次法会 都是很大的 像那个 小巨蛋 台北最大的 这个 巨会所 嘉义 那个也是嘉义最大的 台湾内障市 最大的 甚至到三万到五万人 估计满山满谷都是人 路都不通的 全部交通都都阻断了 我们车子要上去 都要绕从 别的地方的山路上去 通通都阻塞了 满山满谷都是人 另外那个 高雄的那个大义雷仗士的法会 桃园皇帝雷仗士的法会 我发现一件事情很奇怪 戴口罩的都中了COVID-19 那师尊呢 我回去以后 我说 美国啊 已经不限制戴口罩了 对不对 室内室外都不戴口罩 你们还是戴口罩啊 但是我就是没有戴口罩的习惯 回台湾一样 我也知道 我美国回来的 所以我一看台湾人都戴口罩 我都不戴口罩 有一次坐高铁 那个 那高铁的那个服务生看到我 请先生戴口罩 还好我都有准备 真的有准备了 不是没有 摸看看 终于摸到了 你的口罩戴起来 我就把口罩戴起来 真的 然后他走过去 我又收起来 我不习惯戴口罩 那么几万人的法会 我也没中啊 从头到尾啊 他每一次 每天 有两次共餐 午餐也共餐 晚餐也共餐 只有早餐自己吃 午餐晚餐 我也去吃饭 弟子共餐 我一个一个摸顶 每一个都摸顶 我也没戴口罩 经过了将近快三个月 我也没中啊 奇怪 为什么不中啊 因为中啊 我就舒服了 我就可以不用做法会啊 不用那么忙啊 不用那么辛苦啊 我早上可以睡晚一点啊 今天早上那么早就被叫起来 晚上又很晚睡 我昨天晚上两点零八分才睡 两点零八分 我就看了表 两点零八 上去睡 我从来不戴口罩 我不是以为自己多强 只是希望中一次 祈求老天啊 要吃金屋 让我中一次 我下个礼拜就可以休息 没有啊 不中啊 你有什么办法 求他也没用 大家都好像 戴得很紧 有的还戴双层 很怪 不中 气死我了 连感冒也没有 一回来啊 我叫那个 那个 李李法师 李李法师 你帮我去买那个 烧骨费的这个猴糖 烧骨费的猴糖 我给他一百块 全部买 我要供养这个 满宴童子 他去到药局 去到那个 弗得玛雅 去到西魏 跑了 释迦药局 No 没有修个费的佛糖 没有猴糖 为什么 美国正在流行性的感冒 很严重的一种 一种细境 感冒 中啊会咳嗽的 中啊会咳 一咳就好几个月 佛琪呢 我儿子啊 佛琪到我家 他也戴口罩 还有 他在口罩里面 哼哼哼 哼哼 我说你怎么了 他说几个月 我说几个月 他说已经一个多月 咳不停 怪不得啊 所有的侯糖 全部被买光 制造都来不及 全美国流行 我说 那刚好 我种了也好啊 种了我也 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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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 也可以不用说法 佛旗也种 三妮好像也种 他们全家人常常种 如今也种 在卡尼佛尼亚读书的 如虹也种 一家人四个人全部都种 佛旗好像没有 佛旗跟如荫 跟Andy好像没有 他们都种 佛旗前家都种 他到我家来 我说都吸几口空气 我跟他拍拍肩膀 捧摸自己鼻子 也不种 讲到哪里去 我觉得 该死的就会死 不该死的就不会死 该种的就会种 不该种的就不种 癌症也是一样 该种的就种 不种的就永远不种 所以你既然讲说 这个 已经这些水都不适合饮用 我回去就偏偏要喝 西雅图的生水 也不能随便乱讲 到时候要这里硬起来 怎么办 没有错的 你问的 我看 我讲 要直接我们讲 大山灾 小山灾 是人类 自己在末法时代 自己人类本身 去创造出来的 这些毒 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 就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 告诉大家 Povin 19也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 都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 是人类自己在毁灭自己 所以讲起来 战争 是人类自己在毁灭自己 瘟疫 是人类自己在毁灭自己 饥荒 是人类自己在毁灭自己 这三种人类最大的灾难 战争 瘟疫 另外 激发 都是人类自己创造 自己 自己弄出来 这个有毒的 的东西 将来 他们都要 准备 毁灭自己的 蓄进战 独物战争 蓄进战 像这个核子弹 核子弹 是人类自己创造自己 来毁灭所有的人类的东西 核子弹 就是人类自己创造的吧 谁给你造核子弹 你自己创造出来的 人所以是害自己人类 所以这样好吗 这个是佛经里面讲的 梦华时代的大山灾小山灾 小山灾都是人类自己造出来的 这个就是因果 因 有这个因 就有那种果 像那个整个地球 这空气污染 还有温度越来越高 地球的那个温度越来越高 整个地球温度越来越高 全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 这个小民入学有一段时间了 那老师叫他们用比喻的句子 来强调每一个人 这个时候爸爸就问他 你们班上有正山之府 有高徽之鹰 有善战之郎 有敏绝之豹 有忠诚之狗 小民啊 你觉得你在班上是属于哪一种 小民连想都没有想 我是害群芝麻 害群芝麻 这个今天吃午餐的时候 那个少平师姐插花 她放了白花黄花 中间还放了一个蛋 就一个蛋 我说应该两个蛋才对啊 哪有一个蛋 你什么时候看只有一个蛋 你什么时候看只有一个蛋 除了没有蛋 不然就是两个蛋 这个就是蛋的故事 笑话 有一个白人 在这个亚洲地区 他买鸡蛋 在杂货店里面 这个阿伯不懂得讲英文 于是白人就把裤子脱下来 以来一下说 egg egg 阿伯会议了 拿一盒子的鸡蛋给他 回去以后 他高兴讲给他的黑人朋友听 过来不久 黑人也来买鸡蛋 一样的脱下裤子讲 egg egg 阿伯笑一笑点点头 其他他一盒子的皮蛋 小民考试考了零分啊 老师问他 你回家到底有没有看书啊 小民说有啊 我很认真的看啊 小民说 来告诉我你看了什么 小民拿出课本 解释给老师看 老师 差一点这个发疯 这是你读幼稚眼 那个时候的课本啊 小民真的是天才 他已经读高中了 还看幼稚园的课本 好了没有笑话了 讲尾摩洁 而是长者子宝鸡 说此既以白佛言 是真是五百长者子 借以发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心 唯宝炼 很多佛言 淨土之行 我就讲了 这个时候 儿时就是这个时候了 长者子 就长者 宝基菩萨 讲完这个祭了 他就告诉释迦牟尼佛 请示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我们这五百个长者子 通通都发了菩提心 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心 就是菩提心 简称菩提心 就是他们发了成就菩提心 厌闻得佛果 厌闻得佛 重点在这个德字上 得佛果土 清净 为厌世尊 说诸菩萨净土之行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讲 释迦牟尼佛 我们这五百长者子 每一个都是花心的菩萨 都是花心了 都已经 这个 心里头都想着 要去帮助众生 花了这个菩提心出来 希望这个 听到释迦牟尼佛讲 这个佛的果 是如何清净的 得到这个佛的果 是如何的 如何才能够得到佛果的清净 也就是说他们将来 每一个菩萨 如何让自己本身也一样的清净 像佛果一样的清净庄严 是怎么样子去修行 得到佛果清净的 希望释迦牟尼佛 希望释迦牟尼佛 讲 所有的菩萨净土之行 所有的菩萨 如何呢 到了 清净自己 那个 国土也清净 这个方法 也就是说 他请教释迦牟尼佛 如何让佛果清净 拿自己也清净的 一个修行的方法 一般来讲 我们看这个经典 儿时长者子宝记 说此记 就是他讲完了这个记 白佛园 就是告诉释迦牟尼佛 师尊 我们这五百个长者子 都已发了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心 厌闻得佛果土清净 厌闻 这些发心的菩萨 如何能够得到 佛果 得到清净 希望释迦牟尼佛 讲所有的菩萨 得到佛果 还有他 清净的 他的一切的行为 的方法 之行 就是所有的菩萨 能够得到佛果 得到清净的方法 释迦牟尼佛就讲 宝鸡菩萨 你问得很好 善哉善哉 就是很好很好 你能为所有的菩萨 问 问我净土之行 净土 清净佛果的净土 跟自己的清净 是如何修行的 地听地听 善失恋之 你要好好仔细地听啊 好好仔细地听啊 你要慢慢地思维 我讲的话 当为你说 我就为你开解 如何 是这个如来的进行 一是 宝鸡菩萨 及五百长者子 受教而听 这个他 跟五百个长者子 都很安静地 听释迦牟尼佛的教话 这一段 整个的意思 就是这样子 你们所有手上有经典 讲到这里是不是 就这一段已经结束了 那个底下还有 还没有到第二品是吧 还不到第二品 只是第一品而已 第一品 还有多少 OK OK 还没有到第二品 其实第二品 才是叫正中分 第二品是正中分 就是讲到这个经 最主要的重点 就是在第二品 这个才是开始而已 这一段很好解释 这个时候啊 这个长者子 宝鸡菩萨 讲完了这个祭 然后就跟释迦牟尼佛讲 释迦牟尼佛啊 我们这五百个长者子 都已经发了 这个菩提心 现在愿意听到 这个 我们如何修行 才能够得到佛国 国土清净 佛才能够到佛国 才能够清净自己 希望释迦牟尼佛 讲所有的菩萨 他的净土之行 他的净土是如何修行的 释迦牟尼佛讲 这个非常好 非常好 宝鸡菩萨 你能够为所有的菩萨 问这个如来的 这个净土的修行 你要仔细的听啊 还要用脑筋想 我要为你讲 仪式宝鸡 集五百个长者子 都受教而听 就很仔细的听释迦牟尼佛 来讲这一部经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的 就讲这一段吧 我在这里跟大家讲啊 释迦牟尼佛讲经啊 大部分都是 所有的经典 你看那个经典 大部分是有人提问 他才讲 所有的经典都是 为了某一件事情 他才讲经 为了某一个人提问 像金刚经 他就讲给这个西菩提听的 阿弥陀经是讲给舍利佛听的 这个油魔节经是讲给宝鸡菩萨 跟他跟随的五百长者子听的 宝鸡菩萨 另外好像某颜金是讲给 因为阿难的事情 所以他讲给阿难听的 某颜经 还有很多经典 都是有人问 他才讲的 阿弥陀经啊 是也有几部经典 是无言 无问自说 什么是无问自说 没有人问 他突然之间讲 无问自说 无问自说就是 这个没有人问 他坐在法座上 也没有人问问题 也没有讲的阻止 他就讲 像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净土 是无问自说的经典 没有人问 他自己讲 但坐下有舍利佛 因为舍利佛 他本身是那个 是十大弟子当中的 一个智慧第一的弟子 所以他讲给舍利佛 就很多经典都是 这个 等于是问答 就是弟子问 那 释迦摩尼佛答 像现在 我们这个 这个你问我答 也就是 等于是 好像是佛的时代 这个弟子提出问题 他师父来解答 这样 这个是 有问有答 无问自说 的经典比较少 大部分是 有问有答 这一段 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这一段 鼓掌就是结束了 比如说 我麻烦你没问 иваем 一下 小玉 小玉 标准 大小的 小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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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玉